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狙击手也被誉为神枪手 那么他们到底神在何处 又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呢 张宏从小学习散打 少年时就代表势力参加比赛 并取得过优异成绩 在经过四年大学散打专业学习后 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特警总队 经过一年多的技能和法律法规的培训 他成为了一名特警队员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培训结束后第一次实弹射击 五发子弹打了48环 高官内从小学习武术 与张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体育大学毕业后 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特警总队 第一次拿枪时 敬问教官 这是不是真枪 然而就是这平生第一次打枪 让他与枪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枪竟然打出了29环的成绩 张宏入境两年后 在总队射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并代表北京特警总队 参加七省市特警射击比赛 也夺得了第一名 然后进入狙击手培养环节 高官位从首次射击 获得优异成绩后 一直保持良好状态 同样也进入狙击手培养环节 那么这两位体育专业出身的特警 在成为狙击手之后 会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呢 这是一起突发事件 张宏和高官位接到任务后 迅速赶到事发现场 由于现场环境复杂 他们观察完周围情况后决定 一人以警车为掩护 立刻进入狙击状态 另一人以视野较为开阔 便于观察的楼顶为狙击点 形成立体式交叉火力 在这起突发事件当中 一名身份不明者劫持了人质 当地派出所接到警情后 立即赶到现场并对现场进行布控 随后特警派出的谈判人员和处置人员也来到了现场 他慢手都经过很好的训练 在心理层面 在法律法规上 跟犯罪嫌疑人讲透 让他放弃犯罪跟念叨 谈判人员一边稳定 劫持者的情绪一边了解情况 并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地劝说劫持者放弃这一危险行为 然而劫持者对谈判人员的诚意 置若网门 一意孤行 以人质的生命安全为筹码 不断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给我钱 给我准备钱 给我给我 给我来 就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 早已就位的抓捕手 也在寻找抓捕的最佳时机 通过谈判人员的接触 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这种主观恶性 它并不是非常极端的时候 我们在寻找一些机会 现场抓捕 控制中止犯罪的情网也有 但此时的劫持者 情绪异常暴躁 行为极端 多次以人质的安危 来阻止抓捕人员的行动 不小活 拉个尖妹的 老实点 在谈判人员多次劝说 和抓捕手择机抓捕无效后 现场指挥人员决定 采用谈判抓捕和武装震慑等综合方案 迫使劫持者终止这一违法行径 这种综合行动方案 在以往的处置中 曾多次发挥作用 2014年 某写自楼下的劫持案件 劫持者气焰也十分嚣张 在多次劝说无效下 狙击手利用武器在外面吸引劫持者注意力 就在劫持者刚已转头的中间 假扮记者的特警队员冲了上去 承关将人质解救 实际上在一个处置现场 它是一个综合的处置机动 它这几种处置方式应该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展的 互相的补充 希望的是用最小的使用武力的这种能力来解救人质 保证人质的安全 甚至是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的生命的安全 然而在这一劫持案现场 劫持者对警方采用的各种举措浑然不绝 仍然执迷不误 虽然这一方案没有奏效 但下一步更具挑战的解救人质方案已经形成 这场持续近90分钟的劫持人质案件 最终将会怎样结束呢 经过多次谈判和择机抓捕 劫持者不仅没有悔过之意 反而情绪更加暴躁 动作更具威胁性 人质的安全时刻都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最大的这种责任 就是不能让被劫持的平民百姓受到伤害 这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最严格的要求 此时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上的狙击手 在狙击点观察已经一个多小时 早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但他们深知任务能否成功 留给他们的机会只有一次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解救人质的时候 你如果达不到一种精准度 或者你把它制伤 它可能还有继续反抗的能力 还有继续伤害人质的能力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求必须是一枪必敌 一枪制胜是特警狙击手 与其他使用枪械最大不同之处 不仅枪法要精准 还要掌控好时机 那么现场留给他们的时机又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他举刀的一瞬间 经过他们反复测算 从抬手到向下发力的过程 大约只有0.64秒 这就意味着在处置此类事件中 留给狙击手的机会 只有抬手间的0.64秒 如果超出这一时间 就算击中目标 凶器凭借惯性 也有可能对人质造成伤害 而在这0.64秒当中 除去子弹的飞行时间外 狙击手要完成反应 目标锁定 激发三个环节 那么如此之反的时间内 他们到底能否完成一次 对移动目标的精确打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人反应时间大约是多少 在短跑比赛中 国际田连技术委员会规定 从发令枪响到发力 为运动员的反应时间 这个反应时间被定为0.1秒 如果小于这个时间 就视为强跑 如此看来 在0.64秒当中 再扣除0.1秒多的反应时间 剩下的只有0.5秒 而特其中 扣动扳机 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我演示一下 扣扳机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上膛 关闭前摔 完了在这个当中 是均匀的 正直的向后用力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完成一次扣动扳机的过程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的 这是920 9毫米手枪 弹侠采用双排弓弹 含弹量15发 设计射速为每分钟30发 激发过程如下 扣动扳机时 扳机所受到的外力 会传递给枪支内部 其他部件 从而使后端的机锤被释放 撞击枪弹敌火 点燃弹壳内发射药 将弹头推出 同时反作用力将机锤后推 完成抛壳 推弹入膛 从而再次处于待激发状态 整个过程虽然在瞬间完成 但对于0.5秒 这个瞬间绝非可以忽略不计 张亮 北京特警总队 蓝箭突击队警官 被誉为快枪手之一 他使用920手枪 打一发子弹的时间 会是多少呢 打约0.27秒 这样计算下来 留给狙击手 锁定移动目标的时间 就剩下不到0.3秒 对于这个丧失理智 行动无常的移动目标 狙击手能否一枪命中 将人质成功解救出来 之后杀人了 其实这是指挥部门 精心安排的一次实战演练 除劫持者外 参战人员均不知情 目的是检验处置方法和能力 检验各支队伍间 相互配合和协同作战的效果 而像这种趋于实战的训练 在北京特警总队的训练场上 比比皆是 特警作为公安机关的一个警总 肩负着维稳 储突 反恐 防暴 等极难显重任务 对于这样一个警总 如果说有什么特殊性 那就是每个特警队员都要有一套过硬本领 在危急时刻必须冲得上打得赢 关键时刻有种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 在无数次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 他们凭借过硬的本领 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我叫刘伟平 是哪儿的人啊 是狗狗 狗狗狗狗 狗狗狗狗 狗狗狗 然而 作为这支队伍中的狙击手 事发时经常隐身于现场周围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做好处置准备 只要他们出手 就能让事态发生急剧转化 也有人称他们是处置 反恐防暴维稳处突任务中 一道关键屏障 那么他们那种沉着镇定 精准快速的枪法 是如何练就的呢 狙击手训练时使用的把子 不是我们平常见到的 胸环把 部位把 而是这种把 狙击手可根据距离 环境 应用目的的不同 选择立方体正面 上面 侧面 横线 竖线 斜线 横竖斜线交叉处 作为目标点 横竖斜线又有定点和不定点之分 字母要被均匀打断 而圆的直径正好是弹头的直径 选择不同的目标点 可以获得不同的比赛分值 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精准度 下面是50米距离分值演示 在北京特警总队蓝剑突击队 每个狙击手除了枪法精准外 还要求他们必须打得齐 枪弹结合 装弹准备 比如说有多个嫌疑人的时候 你可能一个一个打 人家就已经把那个 就是把现场那种 那个对峙的状态给破坏了 他可能会伤害人质 所以我们只能锁定 各就各位锁定目标以后 往来 同时强强 同时处置 射击简单分为瞄准和激发两个过程 瞄准目标后就要激发 长时间停留会因呼吸等原因造成目标点的偏移 那么他们同步射击的精准度又会怎样呢 这是八十米距离五人同步打击的 在训练场上偶尔也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可这并非是一种庆祝仪式 也不是训练休息时的游戏 而是训练大纲中明文规定的一项训练 刚开始打枪的时候 可能别的旁边的人打枪 有枪声都会对我们有影响 由于狙击位置是依据现场处置效果 和防止跳弹造成二次伤害等原则而定 周围环境会非常复杂 所以模拟各种环境下的射击 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一个训练项目 在这项训练中 周围队员会毫不留情 把曾对自己有影响的噪音 统统用上进行对抗 分享体会 除了噪音干扰外 排除气候条件的干扰 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训练 烈日下连续90分钟瞄准训练 在三伏天出现次数最多 偶尔来点人造雨 消消鼠降降温 还伴随着命令的下达 三 二 一 我们对它技术层面的总要求 不管春夏秋冬 白天晚上 我们叫全时空 全方位 在我们的要求的能力下 必须一击必低 经过几年各式各样抗干扰训练 现如今外界的干扰 对他们已是隔靴搔痒 特警作为反恐处突的主要力量之一 行动迅速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对于狙击手来说 行动过快会对射击效果产生很多影响 急速运动之后 它是有一顿的时间让心脏加速的 运动时候也知道 你跑一段 你可能当时气喘吁吁 但是它心跳是过一会 动动动动动动动 越跳越快 气喘吁吁 心跳加速是运动后体内血氧升高 带来的必然反应 任何人都无法避免 而这种反应又是射击中最忌讳的一种反应 血氧升高 然后心跳加快的时候 整个人是紧张的状态 那么紧张的状态 它对于命令下达之后的反应速度是有影响的 比如说它紧张的时候肌肉是僵硬的 那么它可能没有那么自如的去控制射击动作 那有的是猛扣 这样的话整个弹招会发生变化 很有可能会打偏 为了尽快调整这种状态 狙击手在体能训练后和射击前都要进行状态调整训练 那么经过训练后 他们的调整能力会是怎样的呢 这是高官位在劫持人质事件紧急出警后 进入射击状态式的情况 放松身体后 两次深呼吸便进入了平稳状态 而张宏上到八层楼平台后 利用平台上一段银速泡 到位时已进入银速呼吸状态 从表面上看 他们都有一套自己调整状态的方法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这是张宏高官位持枪快速爬完十二层楼梯后的测试 来 你坐 这两个 这是 这 对 刚从楼下跑上来 咱们输入自己的一个用户名是警号 密码是之前设定过的密码 我们通过佩戴这个生理采集仪 这个生理采集仪佩戴之后 可以电脑可以实时的去监测到我们的心率和血氧的数据 然后反映在这个电脑里面 一开始这个屏幕上出现的是一棵枯萎的树 同时电闪雷鸣 当我们的狙击手利用之前学习过的呼吸放松法 整个人放松下来 情绪平稳 那么它的血氧和心率会达到一定的数值 这个时候电脑监测到了 咱们的树就会慢慢的长出绿叶 然后草地也是变绿 天空放晴 当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 甚至会出现彩虹 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可能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下 然后做这个训练可能都需要三到五分钟 我们的狙击手需要一分多钟 就可以完全放松 然后把整个的状态调整到非常情绪平稳 对于一名合格的狙击手 除了要有精确的枪法 抗干扰能力 自我调节能力外 其观察力 记忆力也十分重要 像前面提到的 从反应到激发 命中目标能在0.6秒内完成 靠的是观察力和记忆力 去人质事件的话 犯罪嫌疑人用刀或者用枪指着人质的时候 这个时候 狙击手其实要观察犯罪嫌疑人的表情 要分析他的表情 这个的话就需要咱们狙击手 去有很好的观察能力 他的一个表情变化 包括他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微小的变化 那有可能预示犯罪嫌疑人 可能要对人质产生生威胁了 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判断就很重要 而这种判断力的培养就来自他们日常生活当中 进超市人们看的是商品 他们看的却是环境 久而久之 这种能力的培养 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您比如说我出去坐车什么的 我不喜欢坐在前头 我总喜欢坐在最后一排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我的眼睛底下 或者危险点也好 或者什么 我都能掌握到整个我在小空间里头的这种情况 如果说狙击手有什么神秘之处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我们使用的是致命的武器 每一次使用都关乎到人的生命 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全 我们没有神秘 只有不断的挑战 狙击手又被称作神枪手 现实中 他们究竟神在哪里 又有怎样的过能之处 敬请收看特警精英之狙击手 下集